大家好 看我二舅哥家的这个小女儿 看到打火机很惊讶啊 看 看到打火机 嘿嘿 表情都变了 听到打火机看 我再准备煮面条吃 煮点面条 他走了 饭去吗 拜拜 不理我 安静了 吃面条不吃 我问他吃面条不吃 他不理我 他把门关起来了 安静了把门给关起来了 我正说准备去关门的 还把安静了跑出去 磕碰到了 因为有台阶 妈咪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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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了 安静了 你吃面条不吃 吃不吃 吃 爸爸下面条啊 等一下咱们吃面条好不好 站起来 站起来 快点 你看地上臭不臭 看你的手 拍一下手 拍 把手拍一拍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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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了要吃苹果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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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了在 扒这个橘子皮啊 安静了说吃苹果 然后给他拿苹果 他看到里面有橘子 苹果不要了 非要 要橘子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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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橘子 高兴了 其实像现在这个季节啊 橘子就不太好吃了 汁都特别少了 妈咪你一口了 妈咪你一口了 好好好 你一口了 面条马上做好了 面条安静了 太光滑了 吹一吹 烫 吃吧 刚刚我说出去买点那个鸡蛋 我老婆不让 我老婆说不安全 因为前两天啊 就在前两天啊 我老婆一个亲戚出去 然后遇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我老婆 跟我说晚上不让出去 我老婆现在晚上也不出去 喊起来 好 好爸爸吃你赶紧吃快点 因为如果说 近期有想来巴基斯坦的朋友啊 如果看到这个视频啊 我劝大家就是 现在尽量不要过来 因为现在 巴基斯坦的这个钱啊 大幅度的贬值 啊 他们这边的物价 涨得非常快 然后就是 这边现在根本就不安全 如果有想来的朋友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 等这边安稳了 再来到这边 如果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想往这边来的 请大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好吃 啊好吃好吃 希望大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往这边来 好好好 因为 外交部啊多次就是 给我们发信息 发的信息都是上面都显示的 如果有在这边的中国同胞 让你吃面条呢 别往头上 如果有在这边的同胞啊 无论是 呃 个人还是 单位 呃 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边的形势不安稳等 如果有 可以的话 就抓紧时间撤离这里 然后就是外交部 呃 我相信呃 发的信息 我相信有很多人 在某某平台上 也已经看到过 也看到过 因为有前两天有粉丝 给我留言也说过 如果有想来的朋友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来到这边来之后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他们这边现在这个 因为这个 呃物价暴涨 卢比 大大跌 啊跌的太快了 扁着扁的太快了 如果有往这边来的朋友 如果想过来的话 如果到这边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住的话 最好是住这个 呃华人开的这个宾馆 啊如果没有住华人开的宾馆 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宾馆一定要住大一点的啊 一定要有这个安保人员 啊有那个保安 拿着突突的保安 在那里 然后看门 一定要住这样的宾馆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哎不行不行 不行 哎呀水倒进去了 所以如果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啊 我再重复一遍啊 请大家一定要 呃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有往这边来的 看安吉拉吃面条吃的 安吉拉也喜欢吃面条 安吉拉就吃了 剩了这么多不吃了 找我老婆去了 刚刚我说她吃完了再给她一点 锅里面还有 不吃了 因为安吉拉前面已经吃过那个米饭了啊 做的那个米饭 好了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